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经济方面的消息 针对日益严峻的中国养老金支付压力 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向龙 在日前建议将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金 以及没收的贪官财产来划入社保基金 并且充实养老金储备引起关注 十二月十九日 戴向龙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养老金论坛上说 现在行政法院罚款没收的钱不少 腐败分子一下子几个亿十来亿 我不知道全国多少钱 我们能不能建议设立一个行政司法罚收款专户 所有的罚收款都到这个专户 到一定时期全部或者一部分划入到养老储蓄基金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而戴向龙同时也表示 土地出让金也可以作为养老储备基金 他特别表示土地或者是国家征用的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之后 出让金不要都用在房子上 完全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支出 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搞晚了 但是现在也不太晚 大中城市特别是中等城市还在扩大建设 国有土地是国家的 出让金以部分化作社保资金 我认为是合理的 养老金储备现在存在压力 但是戴向龙强调从三大支柱来看 中国有能力保持养老金收支 长期持续平衡 这里他所说的养老金三大支柱 第一支柱指的是政府主导并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 第二支柱指的是企业自主发展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第三支柱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还有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个人养老金 而当时戴向龙说 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增长了三十年高速增长 之后还会持续多年中速增长 所以国家要富裕了老百姓也必须富裕 另外中国还有强大的足够多的国有资产 现在银行资产一百五十三万亿 大部分是老百姓的钱 如果我们推进延税型的商业养老保险 我们国家的第三支柱将会超过第一支柱 所以我认为现在一定要完善养老金制度三大支柱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长篇独家报道 文章的题目是压制负面新闻 机密文件揭露中国如何操纵疫情舆论 纽约时报还有ProPublica查阅了数千份政府机密指示和其他文件 而这些文件详细揭露了在疫情期间如何帮助中国当局塑造网络舆论体系 比如其中有一条文件是命令新闻网站不要发李文亮的死讯推送给读者 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逐步将他的名字从热搜话题页面移除 还发动了大量虚假的网络评论员 用分散注意力的言论来淹没社交网站 并强调谨慎形势的必要性 其中规则说网评员在斗争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身份隐藏 不要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要体现润物戏无声的作战效果 文章报道当数字媒体加深了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分歧之际 中国却正在操纵网络话语以加强党的宣传 为了对今年年初出现在中国互联网的信息进行控制 当局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还有语气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只是网络水军在社交媒体上不停散布兼职党的路线的言论 并部署维稳大军来压制未经批准的声音 而文章作者介绍尽管中国政府毫不掩饰严控互联网的信念 但是这些最初披露的文件显示 为了保持控制的牢固要付出多少幕后努力 这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人力大军 由私人承包商打造的专业技术 对数字新闻媒体还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 持续监控 同时也需要大量资金 而这些文件显示中国政府从一月开始就限制有关疫情的消息 当时这种疫情尚未完全确定 而几周后当疫情开始迅速蔓延的时候 中国当局严厉打击一切 把中国的应对描述得过于负面的内容 有一个自称揭秘中共的黑客组织 向纽约时报还有Propublica分享了这一些内部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三千二百多条指示 一千八百多份备忘录 还有其他文件 来自中国的网络监管机构网信办 在东南城市杭州的办事区 这些文件还包括了来自中国云润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的内部文件 和计算机代码 该公司开发的软件被地方政府用来监控互联网讨论 并且管理大量在线评论 纽约时报还有Propublica独立核实了许多文件的真实性 其中有一些文件是由追踪中国互联网管制的网站 中国数字时代另外获得的 而同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二零一四年成立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主要用于做的就是集中管理互联网审查和宣传 以及其他方面的数字政策 这样的机构现在向共产党强大的中央委员会来汇报工作 似乎表明了领导层对它的重视程度 网信办在一月第一周开始对疫情进行控制 有一条来自机构的指示 要求新网站只能够采取政府的口径 不准将疫情与二零零二年在中国其他地方所出现的致命SARS疫情 相提并论 哪怕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相似之处 而在二月习近平领导的一次高层会议 更是呼吁要加强对数字媒体的管理 网信办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室纷纷采取行动 在浙江一条指示表示 机构不仅要控制国内的信息 同时还要积极影响国际舆论 该机构的官员开始收到与病毒相关的文章的链接 他们要在地方新闻门户和社交媒体上推广这些文章 指示规定了哪些链接应该出现在新闻网站的首页 要放多久甚至哪些标题应该用黑体字 有一条指示说不使用无法治愈致命等标题 防止引起社会恐慌 另外一条指示则说 在报道对行动和出行的限制时 不要使用封锁一字 多条指示强调不应该宣传与病毒有关的负面新闻 新闻媒体被告知 不要大肆渲染海外捐赠还有购买医疗用品的报道 机构指示表示这是担忧此类报道 可能引发海外批评并扰乱中国的采购工作 要避免形成对我抗议依靠外方捐助的错误印象 其中有一条指示这样表示 该机构还要求当地办事处来构思更好能够缓解网民焦虑情绪的内容 比如在杭州工作人员描述了他们宣传的一首挥泻幽默的吉他小曲 该曲唱道我怎么也想不到支持国家就是睡觉 有趣的是在李文亮去世后 大量的网上纪念活动突然开始消失 也有数人遭到警方拘捕 他们组织了一些团体来保存遭到删除的帖子 而有程序官员报告显示 发动网评员跟评引导四万余人次 有效地消除了市民的恐慌心理 另外有一位工作人员吹嘘他的团队对谣言进行了严厉打击 其中有十六人被警方调查 十四人被警告 两人被拘留 另外一个程序则表示 有一千五百名网军来监控热门社交应用微信上的非公开聊天群 研究员工估计中国有数十万人从事兼职工作 传播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 其中许多人都是政府部门和党组织的基层员工 大学招募的学生和教师来完成这项任务 当地政府甚至还为他们举办培训班 同时中国政府有各种专门的软件 来塑造公众在网上所看到的内容 云润就是这类软件的开发商之一 从二零一六年以来 根据政府采购记录 公司获得了至少二十多份与地方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合同 而纽约时报记者根据对云润计算机代码和文件的分析 发现其产品可以追踪网络热门趋势 协调审查活动 并管理用于发布评论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 门前还显示公司还制作类似电子邮件的软件 来帮助培训评论员 该软件将使用者分为两组一红一蓝 让他们互相竞争 看看哪一组的发帖更受欢迎的 而在三月十二日 在杭州网信办向下属部门发布了针对网络平台的国家新规 规定当时说地方网信部门要成立专项组 对网站进行日常检查 发现违规行为就要及时蹲促整改 而随着时间推移 网信办的报告后来又回到了跟病毒无关的话题监控上 然后在五月下旬 地方网信部门接到了令他们吃惊的内容 机密的民意分析报告不知怎的被公布到了网上 国家网信办下令各地方网信部门彻底删除内部报告 特别是那些分析与疫情相关情绪的内容 各地网信官员用他们的官腔作出回复 承诺要防止相关数据泄露到网络上 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任命了一位汉族成员来担任负责少数民族事务机构的负责人 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传统 文章介绍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 负责实施区域自治的官员一直是中国少数民族成员 而此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也一直由回祖 维吾尔族朝鲜族还有蒙古族的干部来领导 由少数民族来掌管委员会 名义上算是肯定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模式 也就是他们应该获得对自己事务的自主权 但是周一根据委员会网站上的公告 曾经在中共寄谨监察部门工作的汉族官员陈小江 接替蒙古族干部巴格图尔来担任党委书记 打破了六十六年的惯例 这项任命是中国从自治模式 转向所谓的第二代少数民族政策最新一步 政策建议中国所有少数民族都应该融合 以形成所谓伟大的中华民族国家 墨尔本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民族事务的教授莱博德表示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质疑民族委员会的作用 现在这已经被排挤 而陈小江的任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委员会在其最初使命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彻底丧终 现在已经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任何官僚机构 它将成为统战部下面的一种橡皮图章 在同一次整顿中 国家宗教事务局被解散 其只能被吸收到统战部 统战部是共产党的团体 负责收集中国境内外精英个人组织的情报 并管理与他们的关系 而陈小江的突然任命让人怀疑现年六十五岁的巴格图尔是否因为达到退休年龄下台 或是与今年早些时候内蒙古的抗议活动有关 专家表示他们听到一些猜测 认为蒙古族人被撤换是为了惩罚或者警告内蒙古精英 但是这样的说法没有确切的证据 而莱伯德也表示这当然只是猜测 但是的确他与内蒙古的蒙古族领导层关系过于密切 被替换不是完全不正常 更重要的是他被一名汉族官员取代 此外来自回族穆斯林的王政委在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六年期间 也曾经领导委员会的工作 在加强穆斯林认同感和文化方面发声 当时还被任命为统战部副部长 大家以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最终他被排挤到了一边 现年五十八岁的新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陈小江出生于浙江东部 大部分时间是在水利部工作 二零一五年一次不寻常的调动中 他被任命为纪委宣传部的官员 而所谓的纪委是习近平反腐的先锋 专家表示他的背景是在纪委 但是被调到了民族事务 他并不是专门从事民族政治工作的 也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经验 为什么会让他担任这个职务 这显然是在暗示着什么 而现在汉族学者姚强最近被任命为新疆大学校长 这个传统上由维吾尔族人担任的职位也由汉族人接任 现在北京因为打压新疆的宗教活动 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和谴责 根据人权组织估计有超过一百万穆斯林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拘留营中 专家表示陈小江之前在纪委的职务最符合对所谓分裂分子强硬的模式 他表示有人对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承诺提出了质疑 比如帮助他们发展当地语言文化以及建立自治区等 因为人们担心这些会助长民族分裂而不是帮助缓解民族局势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关系相关的消息 在周五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 被视为建制中国企业 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稍缓又联合公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 表示将针对国安领域的外商投资案进行审查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官网下午公告 这项办法一共二十三条 其中规定适用于审查的外商投资类型 审查机构审查范围审查程序 审查决定监督执行和违规处理等 办法规定将针对投资军工军工配套等关系国防安全领域 以及在军事设施和军工设施周边地域投资来进行安全审查 此外投资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能源资源装备制造基础设施 运输服务文化产品与服务 资讯技术网络产品与服务金融服务关键技术 以及其他重要领域 并取得所投资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商投资案 也必须要接受审查 这项办法还要求港澳台投资者进行投资 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也要参照办法规定执行 外国投资者或境内相关当事人应该在实施投资之前 主动申报属于审查范围的投资 对于应报未报的投资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 有权要求限期申报 办法还说有关机构企业社会团体社会公众 要向工作机制办公室提出审查建议 这样的一项决定被普遍视为是此前川普总统所正式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报复性措施 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 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证明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或持有股权 如果企业连续三年不配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查 那么就要禁止企业的证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